马斯克预言 它的人型机器人将会超越电动汽车业务 所以我很好奇 Optima到底未来会有哪一些商业应用场景 Optima成功的这个运营 就能够证实时刻的AI 临时接运我们前面讲的通用的公司 特斯拉到底算是一家电车公司 还是一家科技公司 整个新来源汽车在AI车里面的版图 很可能就是作为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载体 作为未来的我们一个新的人类 构出竹端改变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美金视角 我是坐标Boss 乃列 上一期我们和Tony聊了很多 关于特斯拉电车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 还分析了一下这个特斯拉财源背后的逻辑 那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Tony 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Optimus 就是特斯拉推出的这个人型机器人和AI的机器 我们来想看一看这个马斯克 到底是想要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Hello Tony 欢迎来回答我们的节目 Elan 非常高兴又能够回来 对啊 上一期我们你抢到这个财源背后两个原因 对吧 然后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自己销量不好 第二个原因它就是花了很多钱在这个AI上面 我其实也看了其实特斯拉这个Optimus这个月好像发布了一个很新的demo 我看了那个video我还挺激动的 就是它讲了这个二代Optimus它这个最新的进展 它已经进场打工了 然后在这个特斯拉的电池工厂里面呢 它拿着它的手啊去分装这个电池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 而且它被爆出说它走得比以前更加快更加远 而且更加稳啊 所以我很好奇它现在这个地区人到底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呢 可以做哪些事情 OK 好 那其实我们就最近一顿提到这个特别好 就是最近这个特斯拉最新发布的一个关于Optimus的一个最新视频 这个伊朗·马斯卡就讲了 今年呢 现在值这个呢 Optimus呢 已经在小批量在量产了 已经在尤其在今年年底之前 希望今年年底之前能够完成相应的这个测试 在明年年底之前能够把这个Optimus能够去相应的这个推向这个市场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尤其在视频里面 Optimus呢 只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动作 包括呢 把这个杯子呢 不断一个个整体的放到这个盘子里面 还有包括这种各种加工的这个零组件 还包括呢 各种搬运这个行李 对吧 这很多这个东西呢 都是我们其实非常期待这个Optimus 能够去完成了一个仿人的仿真人的这些动作 那这些动作其实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呢 对于通过这个机器学习的形式去完成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动作 而且它和我们传统看到的一个机器人 Robot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此时刻的Optimus呢 如果我们按照Elon Musk release东西呢 是在它和之前的不同的东西 是它在自己的在学习 所谓它自己在学习 它就是它自己去调整那个拿那个杯子的东西 不是没有按照事先 我们以前的机器学习 机器人的方式 是事先预编成的 比如说我们看了比较多的Boston Dynamic 就波士顿动力学 那个机器狗啊 那是事先已经在那里面做了一些program 那这个Optimus呢 就事先没有做任何的program 它就是一个具备 能够自我不断调整 自我学习能力的一个机器人 那么这个呢 是更加像真实的一个人去完成这个行为 那么这种放人放真人的这种技术 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形式 已经接近我们可以看说 它已经具备的准 我们通常讲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的这个形式了 那其实这个是我们也非常非常期待的 嗯对 其实我也非常期待这件事情 而且我前段时间也上了很多 关于这个AI最前的课啊 大家其实非常多了解的话题 都是这个机器人的手 还有这个弹跳 就是做了非常多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什么样的材料 怎么样去感知啊 怎么样去反应 就是也很期待看到 它能够应用到这些未来生活的场景上吧 然后而且马斯克预言啊 这个它的人型机器人将会超越它的电动汽车业务 所以我很好奇它这个Optimus 到底未来会有哪一些商业应用场景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购买吗 如果它真的进场打工了 取代人类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是会导致很多人面临失业吗 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很担心的问题啊 就是我是说它会提供一些给人的服务 就到我家来当管家 还是说它是给企业提供solution啊 我批量卖给企业 去购买了这些之后 就疯狂的组装 再也不需要人了 您会怎么看待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呢 嗯对Optimus的这个成功的这个运营啊 如果能够成功的这个推广 它就能够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此时刻的AI 已经是接近我们前面讲的通有人工智能 那么当一旦它接近通有人工智能 它能够实现 那我们觉得我们很多学界 在工业界都一直争论着 到底这个机器人AI 到底能不能替代这个人类 那么这个我们都说 就叫Single Point这个基点啊 这个基点一旦突破 那我们可能接下来 人类的社会就会是 人和这个Robot一起共存 那在Optimus 让我们看到一些工作是什么 Optimus已经能够完成 我们很多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工作 包括我们之前看了简单的这种搬运东西啊 去在工作呢也会拿一年会拿个年薪 对吧 几十万的那个年薪 那么我们就放一个机器人过去 那么这个机器人它实际上它就会代替我们去赚那个年薪 对不对 你可以设想一下 那机器人我们只 假设它的成本是两万块钱 一个人的成本是几十万 那我们每用一个人 我们就把这个机器人去替代一个人 我们不一定能够替代到所有人 但是我替代掉一大部分人 那甚至20%或者30% 这对于来说 这个价值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价值 对吧 对于企业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 而且最终是什么呢 可能啊 由于这个大量的这个生产 它的这个成本会极大降低 而它同一时期能够带来这个效率 又能够不断的这个增加 假设Robot能够按代理人去获得工资 对于公司来讲 获得工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价值确实实是非常大 而且它可以做是什么呢 它既可以做司机 它可以帮我们去开车 我们也看到照片 说特斯拉机器人 Optimus 你在开车 对吧 它可以帮我们做管家 帮我们去煮饭 烧菜煮饭 对吧 它也当然 天特斯拉也讲 它也可以是 情感机器人 对吧 Optimus 情感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 就是一种家政所需要的这种信息 可能这个Optimus 如果它能够去完成 它当然带来的这个价值 那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 一个非常巨大 这一点来说 如果它能够做成 能够超越我们此刻 今天看到的这个特斯拉 和其他公司的市值 是毫无疑问的 嗯 那我其实 回到上一期 你提到的 它其实大家 它花 马斯克花应该花了挺多钱 在研发这个吧 就是 我就是想说 它花这个研发的钱 那也就是说明 它能不能把这个Optimus 成本给降下来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如果它定价很高 也没有人会买 也就是说 您假裁它商业逻辑 是当这个机器人 它的这个维护成本 和购买成本 比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 要低的时候 所以这件事情 就很容易 在企业层面发生 对吧 就是但是如果说 它前期的AI投入非常多 所以导致它的价格 是比较高的 分到价格上 或者说 它的生产成本 生产这个手啊 或者生产各种零件啊 它成本很高的话 其实大家还是 不太可能会用吧 我自己会这样想 嗯嗯 对 但是Elon Musk 给出来这个预期 目前来讲 就整个的这个成本 大概是两万美金左右啊 这是 只要两万块 对两万美金啊 这是他给出来的这个预期 但是时刻我们 谁都没有看到 那这个我们看到的 主要是呢 这个特斯拉展示 这个Optimus的一个 硬件的一个外壳 或者说 我们看到这个硬件的 一个硬件平台 而不是它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软件平台 软件平台 我们今天 谁都没有看到 当然呢 像NVIDIA的 Jensen Huang呢 在最近的这个GTC大会上面 展示了一堆的这个机器人 所以呢 我们有理由自信啊 这个机器人 确实是有可能会 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替代我们人类 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嗯 大家也知道了 所以大家也要做好 这个三板斧头 闯世界的这个准备啊 不要那个被取代了 对 然后那我们再说 这个特斯拉 其实特斯拉 这个公司非常神奇 它一方面造着电车 一方面又研究着机器人 我其实就很好奇 电车这块业务 到底在特斯拉 或者说在马斯克的商业版图中 它占着什么样的地位 而Optimus又是占着什么样的地位 会有这样的市场呢 嗯 OK好 那么以前我们刚开始 最先刚开始想的时候 特斯拉可能就是一家 新能源电车公司 但是呢 在有了Robotaxi和Optimus之后呢 那其实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特斯拉可能它就不单纯 是一家电车公司 而是一家AI公司 对吧 那么不管我们这个AI 是一个噱头也好 市场对AI的这个 这个估值是会 是非常高的啊 所以只要你是研究AI的时候 你是搞AI的 那么你的当然对应的 这个估值就非常非常高 也就是特斯拉已经从一个 传统我们认为的 新能源的车体 已经进展到一家AI公司里面 那如果这是一个真正的策略 而且我相信基于此时此刻的 我们所看到的 和特斯拉所具备的能力 它已经非常接近一家AI公司 那么这样的一家AI公司 那么整个新能源汽车 在整个AI车里面的版图 很可能就是 作为一个自动驾驶的 一个载体 而作为未来的 我们一个新的人类 沟通终端的一个载体 对吧 那他 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特斯拉它到底 是一家什么类型的公司 我在Reddit上看到 大家很多人都讨论这个事儿 特斯拉到底算是一家电车公司 还是一家科技公司 那如果它占的是科技公司的话 其实它的估价 应该可以更高的 因为对吧 它的PE一般来讲会更高 这是马斯克的一个策略吗 就是它要往这边走 然后让公司估值更高 或者说这是一个 马斯克的常见操作吗 它把这个特斯拉电车的 这个业务 电池这边拆拆远 然后去support 就支持它这个机器人的 这个业务的这个R&D 就是这个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是说拆一块补一块 这是它的一个经常的做法吗 然后你会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呢 我们在讲所有这个事情发展的过程中 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季度的财报里面 正是由于在整个AI的投入 去购买相应的这种英伟达的这些GPU卡片 直接就导致它的现金流 直接变成负属 这个我们来讲 所以特斯拉这个压力 资金压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 所以一句话讲说 你要去做这个AI公司 那你的投入 我们接下来看 那很有可能会进入另外一场 这个烧写大战 在我们的烧写大战的时候 包括谷歌 包括那个Microsoft 还有Meta这些公司都巨头 都在大投入巨额的资金 去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AI 那么这是我们想看到一个典型的这个AI竞赛 对吧 那在这个AI竞赛里面 在我们之前 那你的一个现金流 你要要从这个销售的车里面而来 那么同一时期 你的销售的车 你这个新人员电车 又遭遇了这个中国新人员电车势力的一个重大巨大的狙击 那么你的现金流从何而来 你的要开发这个AI什么时候 能够去真正的产生这个 我们的这个盈利的这个模式 这对大家来讲 从投资人机构投资人来看待这个特斯拉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问号 到底这件事情能不能成 而且这种程度我们此时刻的商业模式会怎么样 这个大家心里面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概念 或者清晰蓝图 所以我们对此时刻的这个 对一个这种AI的估值 它具有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所以这件事情不会一反风策 而且可能会随着只要卖车 新人员车的这个新车交付不顺利 我们会看到会更有更多的这个产业会进行 那么同一时期呢 更多的产业进行 到底如何去影响 这个特斯拉在AI方面的这个投入 我相信至少不会是正面 更多的可能数年 对因为我看到过去半年和亿欧 或者说甚至从年初到现在 就是过去一九年吧 其实特斯拉这个股价 应该没有涨多少 应该属于低迷不振啊 我这样来形容它 你所以你提名刚刚这个意思 它其实股价不会有一个明显的上涨 是这样的 对我们在讲啊 股价上涨有很多这个原因啊 那么在这个特斯拉这个前提条件下 在特斯拉这个情况下呢 我相信既有它的这个财务的原因 运营的原因 同时也有很多这个政治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众所都知道 这个特斯拉其实这个跨越在这个中美之间啊 那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脱钩的条件下 还是在中美之间一直穿梭的一家美质公司啊 这样的这种 那我相信它也一样会承担不少这个政治的压力 所以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在这里吧 此时刻能够准确的对特斯拉去进行一个合理的估值 我觉得市场上是有巨大的疑问 嗯所以您对它的未来前景预测的话 就是很难说 大概率会向好的方向的发展 小概率呢都会出现我们的这个 一些比较不乐意看到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所以呢都在活动之间 嗯对其实这也让我联想到 其实特斯拉他那个马斯克 他不是收购了推特 然后他一直说造Spade X 然后要搞这个火星人旅游项目对吧 就是您会怎么评价马斯克这样一个人呢 就是你看到他各种各样特斯拉的操作 不同时候的这个决定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哦OK 那个特斯拉关于这个伊拉马斯克 其实我们以前好像也谈过而已 对 那他绝对是一个vision 非常具有vision的这么一个leader 对吧 一个CEO 那么全球来讲 目前来说具备他这样vision的一个CEO 那是屈指可数的 他其实构建了这个东西 是构建对我们人类未来几十年 甚至以一两个世纪来讲 都可能会产生生源影响的技术 包括这个SpaceX 能够去开发这个火星 对吧 那包括这个Boring Company 能够去改变这个我们这个运营的 汽车运营的这种态势 那么还有这个Neuralink 那么这很多这个公司 那每一个单独一项公司拿出来 都可以让都是超级的独教授 对吧 其实很难想象一样 所有这些几个这么多家 9家10家超级独教授 合起来是同一个CEO在后面 对吧 之所以呢 看看创演全球 也就只有这么一个人 那您会认为 他是一个比较夸大一些事情的人吗 就是说会有一些bluffing在里面 还是说您觉得他就算这个bluffing 他都是做得很好的 别人想bluff都还想不到这种特别的事情 这个呢 就是在是什么 就是你能不能 关键是在于 你能不能deliver 你的credibility怎么样 对吧 我们看到以前呢 如果任何一个人讲 一个人要去搞一个 一个世人公司 要去搞一个能够可回收的 低成本的一个火箭 那么这件事情来讲 大家会觉得 就是他是一个 不是一个傻子 就是一个疯子 对吧 但是你看他就不能 可以把这个SpaceX这个火箭 可以不断去搞成这个内营火箭 那这个事情呢 你只要做成一次 那么你的credibility就有了 你有了credibility 你其实这时时刻呢 一定会有很多的支持者 或者说很多人愿意去相信你这个人 而去把这个资本给你 要是你之前没有任何deliverable 那你可能都是觉得不是骗子 对吧 这也是傻子 对吧 那在他来讲 更多人可能会希望看到他成功 而不是更多人相信他会成功 而不是相信他会失败 对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 大家关心的是 下半年美国大选 你觉得这个大选 会对特斯拉有什么影响吗 或者对伊朗曼斯卡 那当然对大选 对特斯拉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指伊朗曼斯卡是这个X 这么一个美国最大的一个社交媒体 应该的这个拥有人 对吧 那么X呢 我们众所周知啊 是非常 以前是对另外一个总统竞选 宣众川普啊 这种限制限制的账号 那么伊朗曼斯卡在拿回了X之后呢 也解禁了这个川普的这个推特的一个账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些相关的这个信息 让伊朗曼斯卡希望能够在这个X上面创造这种一个公平 自由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那么在越靠近大选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这个平台 对这个平台去相应去施加影响 会有更大的动作 所以对伊朗曼斯卡当然会有影响 那这个影响具体怎么样 那就看他自己能够顶成什么样 嗯 是因为我看到 其实关于X有很多朋友说 现在戾气很重啊 因为现在都不怎么监管了 就是更加自由了 对吧 所以你说什么 你的这个账号都不会被封 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看这个大雪 看看8月份这个Robot Taxi能不能上线 那关于人型机器人和我们讲的整个特斯拉企业 以及马斯克这个商业版图这一块 您还有什么最后想跟我们补充的吗 我个人觉得就是什么 包括这些人型机器人 尤其是支持这个特斯拉的估值里面 其实对于人型机器人这个估值来讲 可能基本上都没有涵盖 所以一旦这个特斯拉的人型机器人能够获得成功 那当然这个对它这个市值的影响可能会是巨大的 可能会在这个技术上翻个几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你觉得大概到什么时间点这件事情会被纳入估值呢 或者说这件事情发展到什么地区 请看把iPhone的robotaxi推出来的 对对对是 也不用说太远 现在估值应该还没有包括robotaxi吧 没有包括 对对我也感觉没有 就是看来最近的股价都还挺低迷的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呢 欢迎订阅和分享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嗯拜拜 跟金视角聊人生 感谢您的收听 请在各大播放平台和公众号上搜索金视角 订阅我们的栏目吧 金融的金 事件的事 角度的角 一键三连从我做起 我们下期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